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。 据相关消息,北京时间5月15日,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,谈到了国羽在汤油杯的失利。 张军对于国羽油泊杯丢冠军进行了道歉,强调不会找理由。 至于男队,张军表示要主抓男单,更换男单教练。 当然,虽然说不找理由,但张军也透露了国羽失利一些客观原因。 对于女队的失利,张军说可惜的同时,也表示不会找任何理由,并且进行了道歉。 要跟全国球迷说声对不起,让大家失望了。 张军还说道,我们队油杯还是志在必得的。 我们不会找任何理由,我觉得从单打到双打还是有不足。 再谈到中国羽毛球军团男队。 张军坦言,问题很大了。 目前来看,整个男队男单,后继无人。 根本无人接班临单,以及陈龙。 无人扛起一单的大旗。 男双同样陷入到了巨大的困境,也是本次汤姆斯杯,国羽惨败的原因。 此外,张军承认,男队的失利是实力原因。 而且,国羽将为此进行换帅。 国羽将寻找更适合的人选主抓男单。 当然,张军也找了一些客观的原因。 表示因为2020年和2021年,国羽基本没出国参赛。 年轻队员这两年,没有得到太多的比赛历练。 而且,之前欧洲赛事中,有队员感染新冠。 所以到目前,身体机能还存在一定问题。 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一些媒体,在喊张军下课。 但是张军显然是无视这一要求。 张军已经开始布局巴黎奥运会。 他强调,国羽的训练地点将认真研判。 到底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训练,还没有最后决定。 期待国羽在总结经验教训后,能够尽快王者归来,再次伟大。 最后,感谢大家的收听、收看,谢谢大家。